啊 Tekuila Tekuila Hello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酒鬼們回到我的微醺酒館 那麼一直以來呢 我沒有做龍舌蘭節目的原因 就是我以前龍舌蘭的體驗很差很差 我記得在大學的時候 一瓶龍舌蘭十幾塊錢就能倒一片 而且我記得是巨男喝 還舔了一碗的鹽跟吃了一個晚上的檸檬 龍舌蘭的宿醉堪稱一絕 我跟你說你體驗過一次你就不想再有第二次 那久而久之呢我對龍舌蘭就有一個抗拒的心理 別人叫我喝我都是No thank you 但是呢我最近發現是我沒有找到好喝的 而並不是龍舌蘭它本身不好喝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挖一個全新的坑 在最後我會跟大家一起開箱測評一款 兩千塊錢的純飲級別龍舌蘭 話不多說馬上開始 首先什麼是龍舌蘭Tekilla 這裡和香檳的概念是一樣的 只有法國香檳區出的氣泡酒 才可以叫香檳 那同理龍舌蘭呢必須來自墨西哥的五個法定產區 才可以叫做龍舌蘭 原料方面呢要用到至少51%以上的藍色龍舌蘭草 那什麼是藍色龍舌蘭草呢 它遠看呢就長得像一個爆炸的大爐灰 但是在釀酒之前呢 Tony老師要拿刀呢把他的頭髮給鏟掉 最後只留更近這一個部分 它看起來有點像個大波羅或者大松鼓 那這些大波羅呢在經過蒸烤碾壓出汁 發酵蒸流出來之後的烈酒呢就是我們喝的龍舌蘭 非常簡單對吧 沒有什麼特別複雜的工序 那麼現在我們了解它是怎麼釀造的 那它有什麼種類呢 龍舌蘭呢它主要分為以下五大種類 第一種呢 Blanco它是不經過木桶成年的 第二種呢叫Holven 通常來講Holven指的是那種便宜的金色龍舌蘭 但是在這裡也有例外 我先賣個關子等等跟你們講 第三種Riposado是指在木桶裡成年至少兩個月以上 Annieho在這裡指的是在木桶成年一年以上 Annieho指的是成年三年以上 龍舌蘭你需要了解的知識點 就我剛剛講的那些就已經很足夠了 那麼今天節目重頭戲來了 那我今天要給大家開箱推薦的就是 這一家來自墨西哥的小產量獨立酒廠 Hassadragones Holven龍之母龍舌蘭 它這個包裝設計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這麼大 那首先要提的是它這個瓶子 是手工炊製的水晶瓶 而且由於它是手工的瓶子 所以每個大小都不太一樣 以至於它配的裡面這個水晶瓶蓋呢 也是量身訂做的 酒標上呢有它手寫的編號 這個是2149號 那Catha Drogones龍之母的創始者Niways 它呢是第一個被認證為龍舌蘭大師的女性 就好像我們有葡萄酒大師威士忌大師 但它這個不得了龍舌蘭大師聽起來就不一樣 那我們剛剛說Holven這個種類 一般呢指的是那種便宜的黃金色龍舌蘭 但是這裡呢在龍之母系列裡面 Holven卻是他們最高級別的龍舌蘭 那其實呢Holven也可以指那些未成年的龍舌蘭 加入老酒來進行調和 這一款Holven呢它就加了在美國橡木桶 成釀了5年的龍舌蘭來進行調配 但是大家會奇怪 那為什麼不是金色呢 我們平時看到成年的龍舌蘭 都是琥珀色或者是金色的 那其實就是龍之母他們會裝瓶之前 經過多次的蒸餘 把那些雜質跟顏色給去除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透明純淨的顏色 那其實我還入了龍之母他們家的入門款 Blanco打算來做我最喜歡的 辣死你不常命的加辣版瑪格莉特 想看呢在公平扣衣或者給我留言 那這款Blanco呢就不太適合純飲 我最近真的研究龍舌蘭雞尾酒 到不可以自拔的地步 按照慣例我們來做一個純飲測評 官方給的品酒溫度呢是在17到20度左右 那就是說它不需要加冰塊或者去冰個杯子 直接倒了就能喝的龍舌蘭 從香氣上它有獨有的龍舌蘭草的香跟甜 還有一股烤梨 椰子跟橘皮還有金銀花 木桶成年帶來的香草跟烤栗子的味道 但是我跟你說這款龍舌蘭它光聞還不夠 關鍵在於入口在於去炒 也是很少一款讓我喝出莫名感動的酒 試一下味道 Oh my god 這款龍舌蘭我總結一個詞就是純淨 它入口一點也不辣 反而在你咽下的時候 你舌尖這裡有一點溫柔的暖衣 它像泉水一樣的清澈甘甜 入口複雜到那些味道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喝著 後味呢就一直延續延續很久了 我現在說話都是滿口的龍之母香 那酒鬼們如果能找到這一款龍舌蘭 一定要試試看 雖然價格很高 但是我覺得很值 你完全不需要去配檸檬或者鹽去沖淡那個刺激的味道 因為它就是一個適合純飲 你晚上在家沒事獨自一個人飲的龍舌蘭 其實龍舌蘭也可以像好的威士忌一樣給你味蕾的享受 還有心靈的感動 是我以前不適合錯過了好多好東西 我感覺我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龍舌蘭這個客戶我可是跳過了 以後呢我再會去找一些比較小中適合純飲的龍舌蘭來推薦給大家 大家有什麼推薦的龍舌蘭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做一隻素質酒鬼 三個鈴鐺 下期節目我們再見 你們猜這個我多久能喝完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